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爾,劍花先生,學馬仔 沒錯,回來了,玫瑰現實 你講了第三個星期 我們玫瑰寫畜生 日本人才是現實 先舊了,我們是新番,剛剛開始了一個星期 先看一看 第一套要講的呢? 他可以很高深去講,也很膚淺去講 就正如最近人們的討論就是,這一套都不明白他那麼紅,也不夠高深的 他令我想起《進擊之巨人》 電影班來說 《進擊之巨人》 你是可以很深,你是可以很社會性去解讀他 以及很隨便去解讀他 《進擊之巨人》你可以想成是一個想像社會性對抗意志極權的動畫 亦都可以當成一個普通人去打巨人的動畫 不過我在想,如果這一套好像《進擊之巨人》 當不像《進擊之巨人》 實捨化,這樣 那是誰做這個《沙伊丹麻》呢? 不知道 周衛健,關頭了,搞定他 有一個關頭有說服力,是一個有困難的地方 我們跟著講的就是一拳超人 這套大家都明白的就是 那個故事,如果要逐一拍很細緻去分析的話 好老實講,我覺得 《原作者》對《沙伊丹麻》其實某些位置是無緣無故的 《原作者》本身是連筆的,這套漫畫也是 由2009年開始,在網上轉載這個漫畫 也有參與同人活動的 這套東西很厲害,據聞一千萬人劣攬 某種意義上,戴紅是因為村田紅界的功勞來的 即是ICEL21漫畫的畫畫那個 這套東西,其實他的魅力在於是什麼呢? 角色很統一,因為角色的性格始終如一 他們的信念是很強的 這是很多現在的動漫作品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了的東西 不,有,但有一個很厲害的嘴炮就沒有了 他有沒有嘴炮,告訴你 也有嘴炮,但嘴炮影響不到角色就是他真正魅力的所在 而且他嘴炮是有意義的嘴炮 而就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你看到網上很多所謂什麼呢? 尤其是有些政治意味那些 漫畫他怎樣分析一拳超人這套動漫的時候 其實都是來自於因為角色貫徹始終的性格 有些我都搞到有些是過度解讀的 不過我都常常在過度解讀的 這個也是作者想提出的一個興趣來的 就是你這樣,你的作品放在那裡 那你怎樣去解讀你的一回事 就是一拳之兩難 其實我們之前深藩的時候 其實都說過我最欣賞的其實並不是任何東西 因為老實說劇情老實說追進到追得很快 所以是看他怎樣用動畫的方式去表現奇辱的那一拳 才是這套東西最核心的重點 那你就聽一集可以了 絕對不是 因為你見到其實故事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環境下 出這一拳帶出來的影響 其實我們是看這些影響 要認識到這一拳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我想那件事就是如果你純論是一個 戰鬥場的打鬥動作那些 當然不是奇辱那些是最氣膽 例如傑樂斯那些打鬥是特別好看的 但例如一拳的表現手法 就有很多東西變化 例如我記得就是去到有一個怪人的 深海王 深海王都OK 前面那裡有一個魷魚的海大怪 我也很記得 其實那個表現手法就是 他最後是沒有描寫到 奇辱怎樣打那一拳出去 令到那一拳就死了 他是用後面描述回事後的破壞力 我覺得他做得是很有魄力的 我覺得他做得是 當然你說 畫面的橋段一定是原作者的功勞 以及村田的功勞 而你說 做出來的動態 這就是動畫版 究竟能否給予我們期望的魄力 最後一班作畫人員在燒光的情況之下 都是沒有炸流炭的 都是非常好看的 是的 我覺得難得的 很久沒看過一套日本動畫 是有以前的古早味 打到天上地下上了宇宙的打法 龍主式打法 對 這組打法是很久沒見的 因為打得很好看的 自從《空上方》都沒出現之後 這個動畫 其實一拳出來 尤其是你說 打最後一戰的時候 你是很久沒看過一套動畫 一閘裡面 頭打到尾 現在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 打兩招之後 你太天真了 你認我已經出了全力了嗎 我現在只是出了10%的能力 我不相信這招 他要說10句 對白眼再解放 然後再不是 就塞過很長的回憶畫面 這一拳 我是經過幾個鍛鍊 不是啊 你只是想想對 你敢做人不對 我們要點點點 收皮吧 你不要出聲 行 你不會覺得是 你不會覺得是 戰鬥是什麼呢 突然就好像在看外賣仔 對這個大師兄 那樣 光告時間 他有一個好的 其實是說真的 因為我們以前 看了一些 最後那次 大比特 有時候 為球省起 通常會有些 很強勁的大閃光 那些東西出來 今次不是 真的 在那些 好就很快的 穿紮打鬥位 他也是做完這些穿紮打鬥位 而不會是一些大閃光 閃光 閃光 那些毛 因為最後那一場大戰 是有極大的放波 極多放波的畫面 因為兩個人都是在說 不是在給他一些很特別的奇怪招式 純粹地 很厲害 那拳揮出來很痛 這樣就是 所以那個畫面 正如剛剛 何馬仔說的時候 他表現那個力量 是在表現他們在一個 穿插 粉碎的東西 然後上到宇宙 在一場打到尾的戰鬥 才看到那個撞折感在哪裡 或者這樣說 其實動畫裡面 其實我覺得 很多動畫 其實有很多人 搞笑 適忌 也是搞笑過的 嗯 一支平平無奇的 如果我們說的就是 那洛霞 放一個 Starbreaker 很平平無奇 一招就打到整個畫面 爆了 然後人們就算 這一招的力量 蘊含了多少 等於多少的和式炸藥 那些東西 這裏其實是 那一招對應那一招造成的破壞 應該這樣說 一招超人 他沒有去 遮住了 破壞了之後的東西 他破壞了就是破壞了 沒說過我也不想 他相反地 反而我覺得他古早味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說的破壞是 一個陣碎就沒有了 一個星球 所以就因此而有影響 他這個是 以前那些 很日式的 古早的動畫 是會用這一種表現方法去聽 那個陣碎了 就是很厲害的意思 這裏其實 當然 一招超人在他的原作裏 其實他 偷薄了 這個是特地不提一件事的 就是 破壞 那個影響的 因為你看到就是那班 說你一下一下 一個市一個市 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少個市 當然你不知道 但是其實 他沒有去 他遮蓋了破壞 你知道就是很多 動畫裏面 或者一些作品裏面 其實那個所謂的破壞 其實那個所謂的破壞是什麽呢 主角拯救了世界 破壞 這些是不關他的事的 這些是後數的 對 這裏作品裏面 至少 在用動畫裏面 有三次 是說破壞 之後 那些人對那件事 他們不再針對 你打壞人 是你打壞人的事 你打壞東西 是你打壞東西的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未來 亦都快做的 蝙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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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他亦都在講這個問題 甚至是 未來Marvel的Captain American Civil War 亦都在探討同樣的問題 即是說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不是打完又算數的 有很多後遺症 有責任要報的 有責任要報的 上一停吧 麻煩 但這裏 他反而是 都是有這些 被拜登留下來 例如武證騎士編的時候 為什麽最後 Saitama 要背負的惡名 就是因為那些人 其實都是有點怨言 又或者最後 那時候甜心假面 那時候罵他們 就為什麽你的震 這樣摧毀了 難道媒體會放過你嗎 都是有些少少 留了些尾巴 在這裏 這裏都是很多 叫做 人看一拳超人的動畫的時候 或者原作的時候 會討論這套作品的深度 亦都是這個位置 其實探求的是 什麽叫做英雄 我覺得他有一句話 挺遲 他經常都說 就算他打贏了 整個震 可能很多東西都被破 好像打那個隕石 那些人都被炸了 很多東西倒了 那些人對他來說 都覺得 很壞的評論 都參半 我覺得他有時候 都覺得 他打贏了 他打贏了 也好 打贏了對面的對手 也好 好像一仗功成馬居夫 整個小孩沒有了 整個小孩好像沒有了 就是他被人有了 這種感覺 他那種感覺 其實是什麽呢 因為這個也是 人們會解讀成 就是 旗獄的貫治小孩 就是 他一直都表明 我做英雄為興趣 我做英雄不是為你們 我做英雄是我想做 應該說 這個叫做什麽呢 那些人對英雄這個定義 就是 如果你是英雄的話 你應該是保護我們 你應該是慈善機構 你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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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有錢手 你應該是 這個再後話的問題 就是 他們對英雄來說 對這些事情 你應該是負責任的 你應該是 你應該要拯救我們 你現在就說 喂 我不覺得你拯救了我們 你現在 那個有趣的地比就是這裡 例如像傑樂斯 這個機械人 就是 他為了復仇 為了這個 要散除這個世界的邪惡 繼續去戰鬥 但發覺 一個這麽純粹的旗幼 反而是 沒想到這些事情 反而是很強大 其實那個落差就是在這裡 那麽英雄 為什麽才是強大呢 我覺得 強大的定義 其實應該說什麽呢 一便宰人很難定義 什麽是強大的定義 因為他那個強度 是 破表 是破表強度 就是 基本上 跟那個人的信念 其實基本上 是沒有什麽關係 只不過是什麽呢 因為這個人 不知道為什麽有這個信念 突然之間突破了 這個 挑越了這個 世界的一切發生 但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這麽 以前我們講英雄的作品 就是告訴你 因為他有信念 所以強大 他有那個心智 所以他會超越很多難關 但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最強大的人 反而就是興趣 這一個是 那個顛覆性 在這裏 其實你這樣說 奇獄 都是有那個信念 那個信念 就是說 我想做一個英雄 因為其實 你見到一個落差的 應該說 這裏也是英雄協會 和開頭的奇獄 他完全不知道 英雄協會這件事 因為他沒有叫做什麽 一個英雄 英雄那個是 他被稱為英雄 其實是什麽 被人知道 所以他被稱為英雄 有些事情可能說 如果有一條人 可能現在 已經在地球的核心裏面 打一個大魔王 然後打敗了他 我們不知道 然後他回到七仔買個飯 你怎知道他是英雄 英雄協會那裏是什麽 一個被認知的英雄 奇獄那種就是什麽 其實我沒有想過 所以奇獄一開始都很驚訝 為什麽打這麽多人 都沒有人知道 為什麽沒有人認識我的 他又不是很在意 那些人是說 為什麽沒有人認識他 他就在家裡說 即是他很自然 你覺得應該會有人認識我的 我也覺得不是自然 其實他都不是很在意 他只不過說 沒有理由 那隻怪獸我打的 實際上是他走出街 被人當是罪犯 他那時有半分搞笑 就是說 不行我這次真的被人認識 因為我被人當是關頭 全部都是關頭的 關頭罪犯 如果不是那件事 他不是很在意 究竟說 我是不是英雄 我沒什麽所謂 我覺得他自己是英雄 因為他走出英雄的行為 他沒有想過 我不需要你認識我 我是英雄 其實這也是 到了背心那班人 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再跟那班朋友說 過什麽 我做英雄是我的興趣 我只需要你認識他 我不需要你認同 他那裏說的問題 破壞那裏也是 是很到位 那裏說 你搞到隕石 撞下來之後 令到整個城市破壞了 然後他說 你跟隕石說 你跟我說了什麽 又不是我弄隕石下來 我不弄隕石下來 整個城市毀滅了 你就怪隕石 因為人們是找東西怪的 人實就是這樣 其實他有類似一種 叫做獨行俠的那些要素 我覺得 這是吸引住在這裏 其實奇藥我覺得是純粹 一個很純粹的存在 他的純粹是什麽 他就是強 他就是代表強 強力 強力 他就是代表一切的 他的力量 而就是 他為什麽會有這個 就是因為 他完全 老實說 你未見過 奇藥 是對一些人的說話 是會對他造成任何的話 我真的錯 我真的錯 我真的做得不對 他從來沒有想過 他沒有問我 然後就說 我洗歸你們 他其實是一個很 如果你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無心無掛 他唯一掛念的就是 星期六的超級市場 他這件事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表現出來 他是一個很深入 譬如紫水 我覺得他是這樣 他打倒 他對著一個 譬如最後那個 Darkomata 就是那個大盜財團 是很強的 你的大盜財團 你為什麽要這樣對比 我只看大盜財團 那個大盜財團 那個大盜財團 那個頭 最後是很急躁 而當時 如果大家看到 第四集 那個進化人 那個阿修羅 都是對著他很急躁 一見到他 都在身上 感受他的氣 而覺得很害怕 他飛走了 其實Baker的感覺就是 他是一個很心如指釋 看外面 看不到他什麽 他都說 看外面看不到什麽 但是感應到他的氣場 就要打開了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強的強氣 事實上也是 因為你想起 就是在一個一拳七人裏面 當奇玉 對一些強力的敵人 那時候 打開了時間 你看到的畫面 描述的敵人 說很多話 用很多東西 令到這件事 令到他真的很厲害 令到自己的情緒很高漲 但其實很少說 奇玉 其實他做了什麽 他真的沒有什麽想法 總之有一個對手 一拳一拳 甚至是其實 你應該說 奇玉其實是尋找對手 這個就是他發夢那時 地底人 你看到他在夢裏面 他是很開心 終於有勢軍力敵的對手 可以讓他出第二拳交給他 其實他一直都是這樣 在第一集 第一集說 有一拳搞地 還有最後一拳 真是慘 有一拳搞地 其實也是一拳搞地 對他來說 他是想要一個對手 對 就好像深海王那時 有些期待 怎麽知道原來是一拳搞地 對 對 你覺得 還有最後一拳 其實他最初也是有期望 打完之後 他不斷問他 你出盡全力了 你捏盡人 他不斷爆氣 爆氣 第一點面心 第二點面心 第三點面心 這是龍主 最終他就說 你出盡全力了 我都知道 奇代是落空了 我都被他超超超吸殺人家的用緣 他那時已經很淡然的語氣 開始跟他說話 應該有失望 對 而Dark Mata那個頭 其實好像以一個拼死的 他有一句 我令你拼盡全命 就是他拼殺他自己的短獸 你跟他一拳過 結果都是一樣 不是 因為他跟奇玉的情況一樣 他太強了 他都覺得自己說 他在這個宇宙裡 他找不到對手 他其實 他不在乎 侵略是一個附帶的甜品 對他而言 就是他想找一個勢軍力敵的對手 所以 就算已經侵略了一個星系也好 因為一個語言 他就跑到地球那裡 就是為了什麼 我就是要找一個和我勢軍力敵的對手 打過一場 就是為了要打這一場 但那次他也是說 那個語言是錯的 誰知道你根本很流 你不需要花很多體力 都能打贏我 其實最後都是 不是 他可能說 這場是對等的戰鬥 他以為 他就說 你騙我而已 你完全未出盡全力 你連出了多少成力 我都未知道 你腸膽壞了我 所以這種 其實這種 我笑的感覺 他的表面也不能移出來 因為你看到 沙特丹馬的樣子 很像小玉之怪爺 大家都知道 哈哈哈哈 他的樣子是這樣的 但其實 他內心的那種 那個反差是蠻好看的 就是這個 每次就看他 他的樣子很奇怪 很奇怪 但感覺上 他裡面那種內心的氣是高的 反而你說 你看這個 其實你看得最 最盜獄的一定是無政騎士 嗯 即是無政騎士 那種就是什麼呢 他 他沒有力量 有一拳的心 但他有 他的心態 他有那個 他知道英雄應該要做什麼 他叫做 因為他是一個C級英雄 他也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嗯 還要騎單車 王滅翔來了 是無政騎士 所以他 他也有寫生成人的感覺 有時候 我覺得他就算怎樣也好 他也覺得應該要去 不是 他做到 他做到 他給你看到什麼叫英雄 嗯 但他沒有相應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這個心態 相應 對應的力量 去實行他的正義 嗯 而 其辱就是 他絕對是 他是有自己的態度 他也有能力去實現自己的態度 嗯 他就是這樣 你的分別就是這樣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辱是有一個興趣的使言 但他對這個無政騎士的態度 都是從口中的欣賞 甚至為了承傳 這個無政騎士的威名的關係 他願意自己背負那個差的名字 去造就那些人 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那個心無雜念的地方 令到他肯 我背負罵名 我不要緊 不要像杰利斯見到人 寫信罵他 他就很生氣 他就沒事的 你見到的 其實他兩個無政騎士 還有老師 他吃東西 就知道 老師是欣賞 無政騎士他的態度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想做這樣的英雄 他也是想做英雄 但同性相扣 他就是 他們應該說 他們對英雄的概念 是很相近 我不敢說一樣 很相近 而就是 其肉有那個力量去實行這個正義 他無政騎士沒有這個力量 沒有足夠的力量實行這個正義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力量 反而不會像無政騎士那麼熱心 不一定 你看到很多奇怪怪的英雄 是啊 即是無政騎士真的有一個純粹的心智 要拯救人 我想其肉相比之下 就只是找一個對手 即拯救人 是因為他順便站在那邊 就是當年 我原來是幫人的 所以我就做英雄 反而你說 真正你說 演繹英雄的東西 其實是由武政騎士 即是在動畫裡面 短短12集裡面 其實是由武政騎士這個角色 去做這件事出來 給大家看 其實他也有一個挺深層的意義 你看到他說X級那邊 最後一個大battle X級那邊 整個叫X級離開 結果有一堆沒有來 有一堆 根本是人打完之後 根本是搶東西 即是那個機械人 鋼鐵騎士 金屬騎士 反而 C級那些還有一些 即是想 好像無政人士那樣 都想出來幫忙 其實有些人 我覺得他是新的表演 有權力的人 可能有些人 是想借勸孤名釣魚 我經常說去電視座網問 Ella不是出來 就看到一堆敗兵 之後就殺了一堆敗兵 其實有些人 是有些孤名釣魚 有些人是有些原因而出來 有些人是想借他自己的X級牌圖 而是根本想拿其他東西 我覺得他是想反映這些東西 反而有些人 就很難在這個情況下再做 或者這樣說 其實在一套東西裡面 其實你說英雄鐵會 這個地方就是 其實他是一間公司 是啊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那群平民 他們說 喂 我出那麼多錢 立正出那麼多錢 我們出那麼多錢 去贊助你這個機構 為了什麼 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現在你保護不到的話 即是什麼 你失職 就很典型是那些 我給錢給你 為何你 achieve不到我的要求 對 而你變成其實是 其實跟你英雄的定義 有些流行 英雄 即是他們什麼呢 他們一方面祈求 就是英雄是無償 去幫助他們 拿下付出生命 但接著 他們去到某些位置 會計算 就是 我付出的東西給你 是的 其實你也不是無償 但如果這樣 其實是英雄的定義 其實是很無苦的 不是 因為他們不停在遊走 因為這套裡 英雄他們是有錢收的 他們進入這套協會之後 做一定任務 他們有quiz 可能有錢散 其他最初 因為他不是英雄協會的人 他沒有錢 他做義無興趣的工作 他可以說 我是有興趣的 我沒有收入 我沒有收入 那我不關你的事 但他進入協會之後 他是有錢代的 這個也是幫股 我一開始第一次見到其辱 被圍攻的時候 被群眾圍攻的時候 他有說 放棄都是一條道路 因為他說 這條英雄的道路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 真的 沒錯 他們是職業英雄 不是英雄 他們是職業 成為英雄 這個職業叫做英雄 所以叫職業英雄 但其實他不是真正 我們認知裡面 那種英雄 在你危難的時候 我以後 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就是這個城市裡面 最好的朋友 那些蜘蛛俠 那些人 那個狂到洞 女兒都沒有拍過 拍自己的照片 不過我想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英雄在這裡的制度 越來越 虛名化 或者變得扭曲了 正如他所說 剛剛河馬仔說 一個可能是 沒有力量的人 有英雄的心志 有力量的人 是不是反而是 代表越像一個英雄呢 其實未必是的 他那種感覺是很有反差 他無端的事 他那個都是C級 但是高級那個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個英雄 所謂呢 A級的第一 其實反而最顧忌 是公關的事情 是一些形象上的層面 不是 他那個 你說 A級的一位甜心 甜心假面的問題 是在於什麼呢 他對正義有一個很高的要求 他對正義的要求有什麼 正義可以解決 正義應該是完美的 對他來說就是 完美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 他一定是及時講到 零傷害 老實說 你現在這個位置就是什麼 隨便有隻槍爛了 他都跟你吵 一個英雄呢 應該連隻槍都不爛的 但問題是 他只有我說了 他不會做的 他不會做 但是說你做不到的你 你不行的你 但他不會示範 那你怎麼做 其實我不做 不是他跟他說 如果我做絕對不會這樣 如果我而已 那他沒出過手 我今天是宣傳新碟 這些與我無關 他暫時在打嘴炮 他暫時在打嘴炮 就是說嘴炮是很容易的 有多難 跟你打一個嘴炮 就是說 如果我這樣的話 你就死了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這些是 有些後切 而且就是 潔樂師也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他覺得 甜心減免和 未遇到 其辱之前的他很相似 就是 他們只是有 對正義的追求 是很高的 高到就是 他們當中是不存在 膚色地帶的 所以見到 甜心減免就是 無論說 這班 就不應該存在 就馬上殺了他們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 沒有人權 可言 而 所謂的正義 都是他自己定義的 絕對化了 他覺得自己是正義的代言人 正義超人 你可以這樣說 他自己是正義超人 所以這套東西 很多角色 是很鮮明的 他一出來 就是這樣的 你都不期待 你不期待 這傢伙 是有些什麼的改變 事實上 我覺得這套漫畫 其中一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 他懂得 不理那些龐之末折 就是告訴他 我突出兩樣東西 一打得爽 二就是充滿個性的角色 我用一樣的給你 而最主要就是 每個角色 無論什麼 他是錯 他是貫徹自己的錯 他就算知道自己的錯 就是這樣 你想怎樣 而且那個錯 是對於錯 交給你評定 其實是 我會這樣覺得 有些部分是 有些部分是 交給你評定 但是 他強大的地方就是 他不會試圖 他不會試圖去 為了討好觀眾 而突然說 雖然他外表樣 雖然他心底善了 他這樣做就知道 他經常說髒話 但是他充滿耐心 他這樣做就 就是為了他生命的小貓 就是 不會試圖去洗白 一個角色就說 其實他不是那麼衰的 其實他不是 就是 每個人都說 我真的說 每個人都很純粹 這套東西的魅力 就是每個人 每個設定都很純粹 你可以說 有些東西是說不通 其實他講不通 其實我這件衣服也很厲害 你看到他非常暗 之後 他飛下來之後 就沒有事 他看什麼衣服 肉體出了大氣神 肉體 肉體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會變裸體 那件衣服應該在這100元的電腦賣回來 不是 我記得OVA有說到 那件衣服是之前他隔屋的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的優點 就是去發揮你的故事 還是要很大心肝地覺得 我要講一些社會的製造 我講一些人性 然後賣一些文 加一些戀愛 所有東西都加進去 那我就好看漫畫 其實 有些東西是忘記了 我發覺有些人是創作的人 所以這套衣服的魅力 做於他的純粹 他的純粹 所以才能吸引到現在 一些很扭曲的設定 就讓你們覺得 這個真是清泉 你不會再跟他說 因為他跟他說 你不要想這些 他那一拳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騎動自己都說 我都不知道 你問我幹嘛鬼 我每天都是跑10km 做200下掌 sit up 其實每天都騎十幾公里路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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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都是這樣揮拳 不知道 這件事沒得解 重點是仔追 他不需要勉強去解釋這件事情 很多作品就要說 他跑得很快 但他們告訴你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為什麼不知道 你不要說作者 因為他寫到就是 奇欲自己都不知道 每一條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 好像我們之後會講的 羅大騎士英文男 為什麼他這麼快 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他更加快 如果你解釋 他自己都不想解釋 你就不要解釋 然後就化過你 然後就見過你 我一拳就見過你 我一拳就見過你就可以了 而且他不會做很多多元的事情 令到你想去斟酌這件事情 對 他懂得放大自己的重點 在哪一個位置 你反而會覺得 他一拳打得死所有人 這件事很過癮 甚至你現在看完之後會覺得 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個 和奇欲可以 比奇欲出到 第二拳的人 二十幾三十個 你不要叫他出拳 但是我會覺得 星球爆了 你真的會 角色出來 其實你可能是看的 因為 其他的X級英雄 或者奇欲 其實是一個戰鬥力單位 沒錯 他是一個戰鬥力單位 就是 傑樂斯可以受到多少拳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 究竟 奇欲 他要出多少拳 就可以打死他的指標 但是 很遺憾地 在現在的故事裡面 就算 傑樂斯被人打到殘了也好 他的基準 都是不會超過 奇欲的一拳的限額 傑樂斯 都說了 那時候也說了 這些不會死的角色 就是傑樂斯以權 會回答死 不要緊 他維修回來 傑樂斯沒有一集 都是要被人打爆一次 他打爆了這個問題 他就是戰力單位 他只是名乎其式工具人 其實真的是 所以這套東西 當然你說 動畫的 我也是那句 動畫的 動作動態其實 是真的做得很好 尤其是 最後那一集 你老實說 是近年 尤其是這一年 我可以說 我不敢說奇 這一年裡面 少數很嚴重的 戰鬥的動畫集 當然你加上歌曲加成 張科杰的歌曲加成 還有他連續沒有弄拳 那些 那個名牌是很沒有起勢的 什麼叫 必殺是你 認真一拳 就是AA 要按反AA 這個不是錯必殺 我按很快的A 八力推的Friend 就是有什麼厲害 八力推的必殺技 我告訴你 是多了幾下腿 這個多了幾下拳 所以就是 按快幾下 一加是否更厲害 一拳出一拳 一拳出十拳 不過是AA 就是AA 這個是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一些比較反傳的 他的普通結招已經昇華成為對手的奧奧 不是 他普通的技術是一個必殺技 每一支普通的必殺技 即是他的認真 即是沒有人的 令人的認真 就是他所謂的認真系列 都只是 你說 如果你聽眾有看這個漫畫的 我們就知道 認真系列之後 你會越來越誇張的認真系列 但是 去到動畫為止 去到現場為止 認真出一拳 結果就是 沒有了 贏了 即是普通的一拳 普通的一拳 其實已經是留了手 我只是出了兩三成的力 可能 有沒有兩三成的問題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我認同的 有話這句 所以這套東西 我都說 如果 大家想看很純粹的戰鬥 這套東西是 好值得一看 還有那個力量的表現 他真的給了很多不同的力量表現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就是 那一拳 無論就是 分開魂 分開語 令到 後面的破壞力延伸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演繹出來 告訴你 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是一拳 他是一個龜波氣功 其實都有很多的表現方式 這套是這套東西 精彩的地方 簡單來說 就是一套娛樂作品 in the finest form 就是這樣 好看的戰鬥 鮮明的角色 不錯的幽默 和小虛的雪教 完成了 還有重量舞女角 說完 什麼啊 重量舞 不是吧 龍君是我明顯看的動力 我相信 你可以這樣 有沒有逼 正 那我們這套 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 好